总统好,玉婷妈妈 谢谢,谢谢总统 有,我旁边有玉婷妈妈 但侯市长也在这里 我马上把电话交给玉婷妈妈 你等一下 总统好 总统好,玉婷妈妈 谢谢,谢谢总统 欣欣妇导 谢谢总统 谢谢感恩 謝謝你,謝謝,感恩 好,總統,好,謝謝 總統,總統所有記者在這裡 還是我開一個擴音,讓你講兩句 我公開主題 因為他說也要跟你問一下 好,總統我開擴音了 美味的遊戲 我們請來這些經理 喜酒店 請到最多的 請到這項目 請到這項目 請到這裡 請在這裡 回來 喜歡 請在玩 謝謝總統 謝謝總統 謝謝 謝謝 總統我們辦花園會歡迎你來 好 拜拜 謝謝總統 林玉婷今天凌晨對上波蘭20歲小將瑞瑟美塔 爭奪女子57公斤級金牌 玉婷比賽開始就發動靈力攻勢給對手迎頭痛擊 玉婷身高175公分 對手比她矮了10公分 因此玉婷有著身高優勢 再加上技術明顯高出了一截 因此開賽後玉婷就一路壓著瑞瑟美塔打 首局就取得5位裁判 一致判定獲得5個10分 到了第二局 對手仍然無法做出有效反擊 玉婷再度獲得5位裁判力挺 到了第三局 玉婷仍然延續優勢 最後是以5比0完勝 摘下了我國拳擊史上的奧運手巾 寫下了歷史性的一刻 賽後她激動跪地親吻了擂台 玉婷在奧運期間遭遇抹黑性別 四強賽前還感冒 但她頂住了壓力 以最頂尖的實力在擂台上替自己發聲 看著玉婷站在頒獎台上流淚 我們大家都很感動 因為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整個風風雨雨 許多外界的質疑 國際上的質疑 那玉婷都算是忍住 在今天晚上做最後一次的爆發 所以我們真的很為她高興也很感動 體育署長也表示 將邀請玉婷擔任今年台灣奧運代表團 閉幕式的掌棋官之一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好 奪下了金牌 林玉婷自己也相當的激動 她奪下金牌之後她也受訪 說到了自己在頒獎台上一度淚崩 就是因為想起了人生的跑馬燈 曾經發生的眉目都立立在心頭 我們來聽她怎麼說 今天拿到這塊獎牌 這塊金牌在奧運場 尤其是在奧運場上 也就是證明了說 我們台灣人也可以做得到 那我也希望說 在未來我們 在 包括說在想要練一拳 或是練體育的人 都可以持續持之以恆的堅持下去 那我相信 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有收穫 對 自己在頒獎台上情緒比較激動 對 對 就是 聽到 聽到屬於我們的自己的歌嘛 那 當聲音就是 聲音樂聲響起來之後 就開始 心中無限的跑馬燈啊 一直不斷的在腦海中回響 對 那就是不管 就是曾經的一幕 就是曾經的每一幕都是立立在命 那就是很感謝說 自己堅持下來 那很感謝自己 那也包括說很感謝 包括教練身後的每一位的團隊 然後 更重要的是 就是 台灣的每一位 每一隻是我的我 那也讓我堅持到現在 我覺得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當我從球員通道 然後走出來正要比賽 那種感覺 哇 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那也沒有想過說自己有一天 就是在電視上的畫面 那我是可以成為那個主角 然後站在那上面 然後接受著大家的歡呼 然後贏一下這場比賽 再賽後會吧 而林玉婷的英哥老家 也是一早就聚集了鄉親林立 要來放鞭炮貼紅綁慶祝 現場有多熱鬧 我們要請記者林荷榮帶我們來看 好 主播各位觀眾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 我們的拳擊女將林玉婷 就在昨天的凌晨 打敗波蘭選手奪下了台灣 首面的奧運拳擊金牌 我們人目前就在林玉婷的 位在新北英哥的老家 我們可以看到門口是聚集了 滿滿的人潮 就是要來為我們的國首林玉婷 慶祝她奪得金牌 而在稍早的時候 區長也帶著各位桑林 到她的老家前面 放鞭炮以及貼上的紅綁 就是要來慶祝她 簡直就是英哥之光 我們來聽一段媽媽的稍早訪問 這十五年來她真的是 拼盡她的權力 然後她也真的是做到了 一路上講真的 我替她很開心 然後有點感動我也說不出來 玉婷妳好棒喔 妳一路的堅持然後辛苦 真的是替台灣爭取到那個一面牌 我們也要回顧一下 林玉婷她的拳擊生涯大世紀 我們可以看到她其實從2021年 才第一次參加奧運 當時她是敗給了菲律賓 連16強都沒有進 但是隔年的市井賽 她馬上打敗義大利 原本是東奧銅牌的選手 以4比1奪下了金牌 這次隔年就是爭議很大的 印度市井賽 因為國際選手 以性別生化檢測異常 剝奪了她的銅牌 但林玉婷沒有因此氣餒 她馬上在同年的10月 再戰杭州亞運 打敗了哈薩克奪下金牌 而今年呢 巴黎奧運就在昨天凌晨 我們的林玉婷奪下了就是金牌 也讓全台灣的民眾 真的都相當的開心 而也為我們擁有這一位選手 感到相當榮幸 以上現場最新 將時間交還棚內主播 好 其實林玉婷 她訓練得相當艱辛 其實外人都很難得知 那她曾經接受專訪的時候也說 拳擊是一項很勇敢的運動 因為你必須要有膽識 那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先練拳擊 而是你要先學會挨揍 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 抵擋對手的攻擊 在還沒有你出拳之前呢 可能就已經被擊倒了 拳擊 它就是一項勇往直前的運動 所以我們要保持一個 很勇敢的心情 我們要去面對它 我們才有機會贏得比賽 台灣拳擊女將林玉婷 在巴黎奧運戰機亮眼 一路過關斬將 闖進金牌戰 想知道拳後如何養成嗎 林玉婷說 要先學會挨揍 你要先學會 如何用保護自己的方式 去抵擋住對手的攻擊 你才有辦法去思考 你要怎麼去攻擊對手 掉在訓練器材上 讓陪練員出拳揍他的肚子 做內痛訓練 掀開上衣 把冰塊腹肌清晰可見 那是林玉婷刻苦的痕跡 日常訓練 就是會分成體能訓練 專項訓練 那體能訓練 又會分成重量訓練 或是200 300 400 這種體能訓練 另外在專項訓練當中 還有跳繩 慢跑 打沙袋 模擬對練等不同的菜單 林玉婷通通吃光光 也絕不含苦 因為老天給她的心智磨練 更加艱難 那其實很委屈 就是我覺得說 不能因為說我的穿著打扮 或是長相 有別於傳統的女性 就要備受這樣的言語攻擊 從沒想過太帥也是種罪 過於陰氣的外表 讓林玉婷飽受性別爭議之苦 尤其去年試錦賽 努力打下的銅牌 就這樣硬生生被撤騷 心中無奈只能吞下肚 幸好她有秘密武器 林玉婷分享出國必帶葵花爆店 就是這本冠軍心理學 雖然已經看過好幾遍 但只要出國比賽 遇到心理狀況 就會按照相對應的章節 再看一次 強化心理建設 讓自己能在擂台上超越巔峰 拳後之路艱困難行 但林玉婷全權揮出康莊大道 這樣建議的台灣女兒 正會不讓人驕傲呢 東三新聞劉漢元 張曉君綜合報導 好 不只是台灣人 聽林玉婷開心 那麼美國在台協會 AIT第一時間 也在臉書發文祝賀指出 林玉婷向世界展示了頂尖的才華 和了不起的韌性 為台灣的來榮譽 我們以她奮鬥的精神 以卓越的成就為榮 而奪得撈運金牌 不過她所受到的性別爭議 可以說是國際級的霸凌 有各種不實傳言滿天飛 讓台灣人看得很心疼 那麼Youtuber阿滴就利用了 自己的語言優勢 她用全英文來對抗外媒報導 快速出權奮力一戰 為了就是要登上最高殿堂 台灣全級國手林玉婷 拼盡全力要贏得比賽 只是卻莫名捲入性別爭議 如今台灣人團結一心 要當林玉婷最強後盾 全面開戰這些毫無根據的 輿論攻擊 利用自己語言優勢 直接對抗外媒 Youtuber阿滴也發聲 幫林玉婷抱不平 反駁外媒寫的東西 是毫無根據的事實 強調林玉婷無論是身份證 還是各項比賽 包含奧運的檢查 都顯示為生理女性 這點完全無庸置疑 另外先前被掃到 台風尾的藝人 吳鳳也拍影片力挺 假消息滿天飛甚至還有酸民指控 林玉婷有猴傑也有醫師跳出來 用科學幫忙打擊不實傳言 林玉婷的那張照片那個不是猴傑 那個就是假狀軟骨 假狀軟骨就是 就這塊軟骨 其實大家都有假狀軟骨的構造 然後有些女生就會比較明顯 有些女生就會比較不明顯 你去看蠻多電視上的女星 因為女星都蠻瘦的 其實他們那一塊也是很明顯 不捨孝友被攻擊 林玉婷的母校 英哥國小也秀出六張她的童年照 看起來勉腆又清秀 各界紛紛跳出來聲援 連網球一姐謝淑偉也發文 認為全級協會中華奧會 都應該要為選手權益而戰 我們不是說長官說一動才做一動 其實我們在去年 就已經開始超前部署 就是說我們先把 玉婷所有的資料準備好 然後到亞運的時候 我們就有事無恐 立挺林玉婷不管是在國內 還是巴黎第一線 台灣人都在背後做堅強後盾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好 其實就是全級運動的養成林玉婷 她非常堅毅的性格 那她為什麼會打拳擊呢 是因為她從小看到了卡通 第一神拳之後 就立志要當拳擊手 那雖然中途有幾次想放棄 但是在教練的幫助之下 帶領她走出了低潮 邁向巔峰 林玉婷就笑說 原來教練就是她的幸運舞 出場時士氣高昂 戰力十足 面對大比賽毫不畏懼 把對手打到落花流水 台灣全級女將林玉婷 站上擂台 目標永遠只有一個 自己跟教練的目標 其實就是一直放在頒獎台最高位置 林玉婷是台灣第一位奪得士氣女子金牌選手 2018年更打下市警賽54公斤級金牌 只不過2023年市警賽 林玉婷卻因為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銅牌遭到除名 但林玉婷沒有埋怨 而是化悲憤為力量 並在同年奪下台灣女子拳擊 亞運史上首面金牌 其實我們兩個都滿激動 我們有在台上有小小的 小小的掉了一下眼淚 教練曾志強 從林玉婷國中征戰拳擊賽開始 就一路陪在身邊 面對人生低潮與外界的不信任 教練只說了一句 天塌下來 有她在 從此教練成為林玉婷的幸運物 也教會林玉婷更開闊的思維 大表就再重來 也是這種想法 開始建立自己的強心臟 不斷跟男生對打 就可以增加肌肉抗壓力 林玉婷從小就是練武器才 本來練田徑 後來看了這部卡通 讓她謀生打拳擊的想法 動漫偶像帶給林玉婷的信念 如同她展現給台灣人的堅韌 即便拳擊路漫漫又一波三折 林玉婷依舊盼望揮出一拳拳 證明自己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多瑟新聞的劉漢元張曉俊綜合報導 好 其實除了林玉婷奪金之外 大家也很關注到 就是她場上的一舉一動 包含她還有親吻金牌 甚至還有人說她很貼心 為什麼呢 我們退步時間要交給友聯 好 巴黎奧運即將落幕了 不曉得大家看得還盡興嗎 我們的台灣女兒林玉婷奪 搶下了台灣奧運拳擊的首面金牌 全台都相當的開心 而現在您看到現在這段畫面 就是當時她比完賽走出場內 親吻這個金牌看起來真的是相當的開心 而且還在臉頰旁邊比了愛心 那麼我們現在透過了下一段圖表畫面 帶您更詳細的來看到 其實林玉婷這次進行女子拳擊 57公斤級的決賽 連好幾場是以5比0的戰績拿下了金牌 而且是繼林陽配之後的本屆第二金 真的是為我國爭光 不過大家都知道 其實林玉婷一度是陷入了性別的爭議 甚至是面臨這個國際龐大的輿論壓力 對此其實她在賽後的時候 就有說到了各種酸甜苦辣 像是回憶路般的湧現 不過她說她做到了 I can do it 而且是證明台灣人其實可以做到 對此其實就有不少的網友 也說到除了親吻獎牌 昨天也有發現在國旗歌唱到一半的時候 林玉婷也是忍不住的哭了 因此就有網友說她也跟著哭 不曉得她受了多少的委屈 真的很想抱抱她 不過事實上其實林玉婷 這次會有如此的好成績 其實也是她平常練習也是非常的刻苦 那我們透過下一段畫面 帶您來看到 這就是她平常練拳擊的畫面 不過她也透露說了 其實平常練習不只是練拳而已 而是要學會怎麼挨打 因此您可以看到 其實她是一直不斷的練習 也有讓一些陪練員 是要出拳挨她的 揍她的肚子 因此您可以看到 其實她平常練習的是非常的努力 那我們其實看到下一段畫面 也有網友說到了 這次的巴黎奧運閉幕式的掌棋官 現在也出爐了 這次的名單是由林玉婷擔任 女長期還有我們的 有的台灣最速男稱號的 楊俊翰擔任男長期官 兩個人是要一起擔任 不過對此現在閉幕典禮 就在台灣時間的8月12號 也就是凌晨3點 參與名單現在也出爐了 包含有像是拳擊 桌球 還有霹靂舞以及田徑 總共是有18人會代表出席 當然這些人包含像是有選手以及教練 總共是18人 那麼台灣在這次的本屆奧運的是 拿下了二金五銅的戰績 全民都是相當的開心 那麼我們下一棒 也要交接給美國的洛杉磯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節的 生活推播話題 再把時間盡頭交還主播 而台灣女兒林玉婷 她在包裡奧運的全級項目 擊退了波蘭女將 那不少的超商業者也趁這個機會 推出了各種咖啡食品的買一送一活動 要讓大家一起來慶祝 台灣全號林玉婷 一舉在202480奧運拿下金牌 全台民眾都相當開心興奮 而不少超商也趁著機會 推出各種飲料食品優惠慶祝 像是萊爾夫 從今天11號開始到20號 大杯系列美式或拿鐵都買一送一 另外指定品牌氣泡水 軟糖 雪糕 也有買一送一優惠 再來像是OK超商 一樣從今天11號到14號 水蜜桃烏龍氣泡咖啡也買一送一 還有指定品牌口味的餅乾洋芋片 第二件五九折 各餐營業者和超商陸續祭出優惠 就是要一起替林玉婷慶祝 畢竟這面金牌得來不已 她挺過風波後拿下 不只為國爭光 因為自己爭一口氣 東線新聞生活中心台北報導